带状炮枕 带状炮枕其实是一种病毒感染 那这病毒叫做水痘带状炮枕病毒 没错 它就是跟小时候们发的水痘是同一支病毒 只是这病毒很贼 它在你感染第一次之后呢 等你好了 你以为你好了 但其实它躲在你身体里面的神经节 等到有一天呢 你抵抗力比较不好啊 或是你压力大熬夜不睡觉啊 免疫力失调的时候 它就起来作怪引发神经炎 以及那个皮结上的皮肤发炎 长水泡啊这样子的状况 就是我们称的带状炮症 主要还是免疫力比较不好的人 容易耗发带状炮症 那最常见就是50岁以上的成人 或者是本身有免疫不好的问题 像是糖尿病啊 艾滋病啊 癌症病人啊 或是使用类固醇的 免疫治疗的等等的这些状况 其实呢 现在年轻人或是上班族压力大 没睡好啊 其实在他们身上也还蛮常见的 尤其现在这个春天啊 是带状炮症的后发期间啦 所以如果大家身体有哪边 就是觉得怪怪的出疹子 甚至后来水泡 记得要就诊 其实因为它是一个病毒在活化引发神经炎 所以呢 有些病人刚开始只是觉得身体某块皮肤感觉好像怪怪痛痛的 但是那时候还没有皮肤还没有变到出来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想说 嗯 不是抽筋啊 还是拉伤 但是后来他身体的皮肤会开始长红疹 那一两天后这个红疹会转成水泡 那水泡呢 他就会变成浓泡 那后续慢慢结痂 变个伤口做照护啦 但其实在这个皮肤症状没有出来前 我们其实很难断定说到底是不是带状炮症 所以提醒你 如果你皮肤有哪里怪怪的 那后来长红疹 甚至水泡 这时候务必要提早来就医 其实我们全身都有神经也都有皮肤 所以其实全身都有可能会发 那他是随着我们的神经皮结 一条一条这样子的发作 那有几个部位是要特别小心的 像我们的脸部 我们的眼睛 如果发在这一带呢 我会担心影响到视神经眼 我们的视力怕会受伤 那耳朵附近呢 我们也会担心这个耳神经眼 造成了听力损伤 另外还有一个部位 就是我们的会应部 因为它会导致神经炎 所以严重可能会导致大小变湿剂 所以万一你是这几个部位呢 有皮肤病灶 请你务必要赶快就诊 大部分人都随着这个伤口好了 应该慢慢就好了 那免疫比较不好的人 有可能这个病毒 就会变成比较严重的病毒血症 或是产生比较严重的并发症 甚至需要住院治疗 目前就看你症状还有就是发的位置 原则上呢 如果你在病灶发生三天内就就诊 目前有很好的抗病毒特效药 是可以有效来缩短发病的时间 还有效就是减少炮疹后神经痛的发生 如果你的病灶只是小范围的啊 或者你是单纯炮疹啊 我们其实也是有用X的药膏可以来做涂抹 但如果你是比较厉害的就是带状泡疹 目前是有口服药可以来做使用 那严重刚刚有提到住院 那也有真剂的抗病毒药可以来做使用 还是提醒大家维持规律运动啊 维持良好的生活作息啊 均衡饮食 让自己的免疫力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状况 但这样也比较不容易好发 但如果你今天是高风险族群啊 或是50岁以上的话 国内目前已经许可两种带状泡疹疫苗 那第一支大概是在2013年进来的 叫做福带疹 就是降福带状泡疹 这个很好记 那它是一支活性减毒疫苗 换言之 如果你今天是高免疫不全的 或是你是艾滋病病人的 或是你有在用免疫抑制剂 或是高肌药类固醇 孕妇等等 是不建议来做使用 那如果你今天都没有这些严重的免疫不全 你是50到79岁是可以考虑来做接种 这支的好处是只要打一次就好了 但是呢 历经这么久的观察 我们发现说这支疫苗在 在民众身上 如果你今天五六十岁打的效果大概有七成左右 但如果你60岁来打 你的效果可能就只有六成左右 但如果你再老一点再打效果就没那么好 那此外呢它的持久力啦 我们看到说在六年左右 它的保护效力只剩下大概不到35% 那十年之后它的保护力更不到两成 所以呢 如果你有想要打 我是鼓励早一点就来打 但是说 之后也许还是考虑说 是不是追加其他的疫苗啦 才能够让这个保护力比较久这样子 那第二支是2022年进来的新课诊 这个我想大家最近应该都很熟悉啦 常常有听到这样这个名字 那它是跟前面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制程 它是不活化的病毒疫苗 所以并不会因为这次打这次疫苗感染到这个病毒 那它就没有像刚刚说的那些 有免疫不全的病人不能打的这个问题 反而这个族群 我们就是强烈鼓励你 好好的考虑来接种这支疫苗 预防说你将来发生带状炮疹 或是那个泡疹后神经痛这样子的状况 那这次疫苗目前看起来不论哪个年龄层来打 它18岁以上都可以接种 看起来呢效果都不错 都高达9成以上 那预防这个泡疹后神经痛的效果也高达8成9 效果也是蛮好的 只是说这次疫苗总共要打两针 那间隔期就是是你的免疫状态来做决定 原则上一般人大概是2到6个月 那既然要打完两针保护力才有办法够久 那特别的就是说这支针打下去有比较强的一些不舒服的反应 通常是发烧啊震带啊止不痛 可能会维持1到3天嘛 但大部分人就是在一些就是药物啊或是多休息的帮助下 大概都可以缓解 目前研究看起来接种新课诊10年内的保护力可以高达8成9 但是你务必要记得两针都要打满 才有办法有这么好的维持期 根据目前医学会的建议或是美国的建议 在你接种完伏带诊之后 至少间隔两个月之后 就可以来接种这个新课诊 这是没有问题的 根据统计呢 带状炮诊的复发率大概是6%左右 那这个每个人复发的年岁其实落差很大 从两个月到73年都有人就是提出来 那平均看起来这个高峰大概落在就是复发期待是3年之后 那其实目前啦 不论是国内或国外都没有正式的官方有建议说 到底这个带状炮诊发咒之后多久打疫苗啦 但我们想学理上当你发了这个带状炮诊 你的抗体就是重新再火化 其实体内的抗体应该还是蛮高的 那我们建议就是有些专家建议 大概可以考虑说一年后 甚至可以考虑说 他高峰是复发是3年 你也可以考虑3年 但如果你是很紧张 上次发生还是太痛苦了 很难受你真的很担心 那最少最少是建议说至少要隔两个月 就像两次疫苗我们建议至少隔两个月以下 有些时候当我完成了 纳闊准讯 容中在几个月 UX 产品 结束 尽容计 你 们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